接下来是我们读经的时间 是出埃及记十二章四十到四十一节 来 听我来读 以色列人住在埃及共有四百三十年 正满四百三十年的那一天 耶和华的全军从埃及抵出来了 把时间交给恩恋传道 谢谢提摩提为我翻译 第二节们平安 一开始的时候呢 我们也要比较正式地来介绍 今年的这个STM来的实习生 今天早上我们将来介绍STM 去我们教会 那他就是我们很熟悉的John 你站起来一下 John是我们教会的会友 那今年他开始 他就全时间地读神学 那三月份呢 才是STM的第一年生 正式派去教会的日子 所以我们请他坐下 谢谢 那其实我们最近谈的都是跟政治有点关系 我们发现这些政治人物呢 常常忘记 连我们都记得他们讲过什么 他自己会忘记 所以我想就是 你会不会常常忘记一些事情 那孩子们 你觉得你比较会忘记 还是爸爸妈妈比较会忘记 真的吗 我知道了 孩子们有时候会忘记做功课 有时候忘记 明天考试我忘记了 可是有些东西他不会忘记的哦 比如说爸爸答应带他去哪里玩 他不会忘记的 他就问 爸爸你忘记了没 你promise过我的 所以我想我们人都会有忘记的时候 那我们也原谅这些的政治人物吧 我们就为他们祷告 我们相信上帝是任何掌权的神 时候到了 上帝就会做他要做的事 那我们还记得 其实上帝 他曾经应许亚伯拉罕很多的赏赐 他在创世纪的时候 就会应许亚伯拉罕说什么呢 你的后裔要像天上的星星这么多 然后你的后裔要承受 这个迦南地呢 作为他们的地图 这么一答应过后呢 这个时间很快就过了四百年 那可能我在想 如果我是以色列人的话呢 我大概已经忘记了 我搞错 四百年以后了 可是上帝没有忘记 当时候到了 他就要做这件事情 让我们看看 看看今天的这简单的两节经文 以色列人住在埃及共四百三十年 正满四百三十年的那一天 耶和华的全军从埃及地出来了 顺带一提 孩子们 你们有这个学习单 对不对 在做着 所以你们可以按照进度 去做你们的学习单 然后也要注意听我讲 OK 不要忘记哦 请问看到这个经文的时候 你会注意到什么东西 430对不对 这边很多人对数字是很敏感的 对不对 而且还提了两次 所以那为什么要提到这个430年呢 那我们来看今天的第一点呢 上帝呢 他是掌握时间的钥匙的主 那我们刚才提到 上帝曾经应许亚伯拉罕他的后裔要很多 他要承接这个加南地做他们的应许之地 可是当你是亚伯拉罕的话呢 我相信你会很兴奋 对吗 当时候他有没有孩子啊 那个时候上帝亚伯拉罕都没有啊 所以 哇 很好啊 上帝啊 你要应许给我这么大的赏赐啊 又有孩子啊 又有土地 太好了 这么多的赏赐 可是呢 竟然呢 接下来呢 上帝说 等一下 不止等一下 上帝怎么说呢 等400年 耶和华对亚伯拉罕说 你要的确知道 你的后裔 必寄居别人的地 又服侍纳地的人 纳地的人要苦待他们 400年啊 这边所讲的400年 跟刚才我们所提的430年 好像有一点点的不同 对吗 但有时候圣经在记录的时候呢 它是用一个约数 一个大约的数字来表达的 所以400年 大概就是430年的一个表达 所以如果我是亚伯拉罕的话呢 大概我一定会问 为什么要等400年 我都死了咯 有一个原因在背后的 因为上帝接下来 就说了那个原因了 他说因为亚伯拉罕的罪孽 还没有满盈啊 就是还没有到上帝 要审判的那个时间啊 所以他们还有机会 可以改变跟悔改啊 可是上帝知道到了400年 哇 这个罪孽已经满了 神的审判要临到他们 我们晓得上帝是公义的神 他审判迦南地的 亚伯拉罕的罪 还没有到 他不会不公平地 把那些无辜的 这些迦南人给铲除 然后呢 让以色列人 哇 我爱你们啊 乖乖啊 我已经把他们杀掉了 你们进去承受土地吧 因为时间到了以后呢 当这些人的罪已经满了 神就透过以色列人 来审判迦南地的人 把这些的迦南人赶出去 然后呢 得他们的地为业 所以这一段时间 是蛮长的一个时间 这段时间呢 以色列人也大部分的时间 在埃及地做奴隶受苦 但是我们要相信 上帝是掌握时间的 要食的神 所以刚才的经文看到 正满430年的那一天呢 耶和华的全军 就从埃及地出来了 那我们不清楚 上帝是怎么样 算准准那一天的 但是这边圣经的作者 其实要我们注意什么呢 他其实要告诉我们的是 上帝掌握时间 上帝对他来讲 时间是他所控制的 所以正满的那一天呢 上帝就做了 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我们有很多的疑问 对吗 有时候我们的疑问会是 上帝啊 为什么那个大坏蛋 还没有受到报应呢 我没有讲大坏蛋是谁啊 你不要乱猜啊 或者 上帝啊 我受苦很久了 你什么时候才来救我啊 上帝是公义的 在时候到了的时候呢 他就会 去做这件事情 那有时候你会问 哇 这个病毒的疫情这么久了 上帝啊 什么时候才会受到控制呢 上帝知道他的时间 而上帝也正在施行他的拯救 有时候我们会问 上帝啊 为什么我还不能够确定 谁是我们的首相呢 你知道吗 上帝很多时候 不按照人的想法去做事 他有他公义的法则 他有他的计划 所以我们需要把自己交托给他 他是公义跟慈爱的上帝 弟兄姐妹们 你有这样子的信心吗 这个是一个考验来的哦 当你看不到事情成就以前 你要信靠它哦 这就是所谓的 信耶稣的人的 不一样的地方 我希望每一个弟兄姐妹 都能够成长出这样子 对神无条件的信心 不是因为你看到了 你找到了 你才相信 而是在你还没有看到之前 你就相信 上帝是公义慈爱的真 正如圣经所说的 他说 天怎样高过地 照样我的道路 高过你的道路 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 所以我们需要交托给神 并且相信他会使用 他的百姓 来完成他的计划 那这里讲使用神的百姓 你心里不要想说 对咯 使用那个教会领袖吗 使用卢道远吗 不会我啦 我没有份的啦 但是其实我们都是 耶和华的全军队在这里 所以我们要走向上帝的 这个目的 接下来经文说到 耶和华的全军 就从埃及地出来了 那我在看这个军队 整个军队的描述的时候 我心里面有一个感想 我在想 诶 等一下 这个以色列人 什么时候受过军训呢 谁受过军事训练的举手一下 两个礼拜也好 没关系啦 什么national service啦 什么等等的 有吗 没有啊 这边谁开过真正的枪的 真正的枪啊 不是玩具 那种啊 是真正的枪的 有没有 哇 有几个对不对啊 你们是抢银行是吗 可能有些机会了 你受过一些的 training什么 他给你开枪一下了 那就可以把枪给你吗 不行啊 对不对 所以请问 以色列人什么时候 受过军训 他们不是在埃及地 做奴隶吗 为什么圣经的作者摩西 要这样子的来形容 这些以色列人 这一群人呢 我们知道当时候 离开埃及的 大概有六十万的男人 那时候 那时候没有算女人跟小孩的 所以整体来说 可能有两百万的人 离开埃及 所以当摩西 他在回忆的里面 去记录这一段的历史的时候 我们知道 这段的圣经 是摩西所写的 对吗 所以他在回忆的时候 我想他虽然想到什么呢 以色列人 其实在整个的过程中 还有在 接下来的旷野旅程 有很多的失败 而且有很多 他们对不起上帝的事情 那我们记得 什么 摩西在山上 拿这个 Ten Commandment的 法板 对不对 百姓在下面做什么 他们 造了一个金牛来 拜对吗 所以 其实摩西可以想到 哎哟 立班爷啊 哎呀 好懒搞啊 他们常常失败啊 他们背叛上帝啊 可是他们仍然是 耶和华的军队 既然是耶和华的军队 就是有目的 有方向 一起前进的队伍 这一群以色列人 他们要一直地 往前走 他们要见证 上帝的大能 他们要行出 上帝的命令 他们要一步一步地 走向上帝救恩的计划 这个情况要一直地走 直到有一天 让全世界能够看到 耶稣基督 那一位真正逾越节的羔羊 被挂在十字架上 他的血流出染红了整个十字架 这就是上帝救赎的计划 也就是透过这样子的计划 我们如今坐在这里的人 成为他的子民 并且呢 这就是成就了上帝应许亚伯拉罕的 你的后裔要像天上的星星这么多 海边的沙这么样的多 所以我们活在这个世代 是很有福气的 我们可以往回看的时候 我们就看到上帝整个救恩的计划 一步一步地在实现 当时候的亚伯拉罕呢 还不清楚是怎么实现 可是他信靠上帝顺服 神就使用了他 所以我们要感谢这些的以色列人 因为神借着他们 把救恩的计划延续下来 我们的圣经也是透过以色列人 给流传下来的 如今谁是耶和华的军队呢 我们是耶和华的军队 我们要走向上帝的目的和计划 为主而活 不管你怎么样看待你自己 多么美用 我常常对上帝说 主啊 我是不配的仆人 Sometimes I tell God that I'm not Many times I tell God that I'm not good enough 我不配被上帝来使用 I do not deserve this 但是上帝仍然可以透过 卑微的你跟我 来成为他的军队 But God will still use us through Him 祂可以使用我们来祝福别人 And He can use us to bless others 所以既然我们要成为耶和华的军队呢 我们要怎么做呢 What should we do? 我们其实要很注意上帝的起床号 We need to always remember God's wake-up call 上帝在进行他的计划 有时候呢 他就是把这个计划 放在我们的心里 And sometimes this wake-up call God put it into our heart 那我们就去进行了 And we just execute But有时候呢 我们做错的时候呢 上帝会管教我们 And when we make mistakes He will discipline us 有时候我们灰心懒惰了 上帝会提醒我们 When we are disheartened He will encourage us 有时候我们懒惰不想走了 上帝会摇动我们 And whenever we are lazy He will shake us and wake us up 你知道我们的倾向都是 我们很喜欢舒服 There is our tendency is to enjoy our comfort zone 所以你有听过一句话叫做 舒适区吗 Comfort zone 你有听过吗 Comfort zone Yeah 就是我们 哎呀 够了啦 哎呀 我不要坐了啦 我就躺在我的沙发上 We don't want to do anything We just want to lay in our sofa And do nothing 但是这种很平稳 很舒服的环境 常常就是人走偏的时候 But it is also because of this comfortable situation that we are in forces us to deviate from life 可能情况久了 一些人产生心里面的 不相信都有的 And there are times when because it was prolonged for so long we may lose faith 我不会惊讶地发现 有时候教会的弟兄姐妹 他虽然一直来教会 可是心里面不太相信神的 There are some of the church members who always come to church but in their hearts they still do not believe 他不愿意把自己的生命 交托给神的 They do not want to submit to God 可能我们在整个的舒适 安稳的环境中太久了 Maybe it is because of the comfortable place that we are in 所以当这个时候 上帝怎么做呢 他就会有这个 wake up call So at this time God will have hiswake up call 那突然发生的事情 你突然醒过来 哇 我要改变 And all of a sudden we may wake up and we want to change 可能突然发现 哎呀 我好像生病了 你会突然醒过来 Especially when we are we suddenly become sick 或者你发现到 你的配偶 发生什么事 你就发现 原来我们 我们在一起 不是理所当然的 When something happens to our partners we will realize that we were taking for granted the comfortability 一些不安定的情况 就好像一个又一个的 这个起床号 要我们起来了 These unstable things are like wake up calls 最近在马来西亚 好像也有很多的 wake up calls 对吗 There are many wake up calls recently in Malaysia 我们这个2020年 一开始本来 要高高兴兴地 恭喜发财了 We wanted to 恭喜发财 happily in the year 2020 可是连小到看不到的病毒 就把这个气氛就回了 Such a virus have made it worse 那现在我们还没有 全世界还没有 过完这个危机 And we have not we have yet to pass over the dangerous state 那可是 哇 好像应该没有什么事了吧 结果上个礼拜又突然 pion 又在整个国家在咬一次 We thought that it wouldn't be worse than this But last week again We were shaken 有时候我们会问上帝 你怎么搞的 Sometimes we ask God What's happening 我们活得好好的 为什么这些事发生 我们不晓得上帝的心意 是什么 你真的 但是我们需要认真 去看待这些事情 它可能就是上帝的 wake up calls 它叫我们起来了 But we need to take it seriously because this might be the wake up calls 如果我们不曾经 好好地为国家祷告 我们要祷告 If we hardly pray we need to start praying 我们没有好好地珍惜 我们彼此的家人的关系 我们要好好去珍惜 and we need to start treasur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you and your family 因为这些的 领导不是理 这些的好的东西 不是理所当然的 because these things are not to be taken granted for taken granted for 如果你的配偶 你的家人 跟你坐在一起 你看他一下 看一下啦 So please look at your partners next to you 我们现在还在一起 我们还可以 这么安稳地 在这里崇拜 这不是理所当然的 We can be here serving God this is something that is not to be taken granted for 对了 坐在一起了 要去珍惜它 要一起地来同心 together to have a unity in heart 所以时候到了 我们一起出发吧 when the time is right let us move out together 不要想说下一次吧 don't say next time啦 明天吧 tomorrow 你说了多少次 下一次咧 how many next time have you said 我告诉你啊 我是喜欢运动的人 没有错 Let me tell you I'm a person who loves sports 可是呢 每一次 要去运动之前呢 我都会有一个想法 说明天啦 But before starting to even play sports I would say tomorrow 谁有这样子的想法 来举手一下 很多人嘛 要运动 好啦 可是 显了 明天吧 when you start to play sports you think what about tomorrow 要去跑步 下一次吧 jogging next time啦 没有想到这个下一次 可能就是好几个月以后 then this next time could be prolonged to next month 都不容易的 it's not easy 但是我们知道 我们需要开始 but we know we need to start somewhere 有时候 父母的感觉 应该跟孩子 好好谈了 sometim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arents and the kids it's time to talk about it 你心里面觉得 哇不行了 这个情况不太好 我要好好地跟他谈了 and in our heart we feel that something is not right we need to start to discuss with them 可是有时候什么呢 下一次吧 but we sometimes say next time 等他心情好吧 wait for his mood 等我有时间 wait for when I have the time 搞不好这个下一次 等了就几年的时间 and maybe it might be next year 有时候你想要跟人家 说对不起 sometimes we want to say sorry 可能你心里面有一点亏欠 or there were some regrets 可是你会想说 下一次吧 but we say next time 我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sorry 我不好意思啊 feel bad 可是搞不好 这个机会就没有了 but we may lose out on the chance 可能有些人说 我要跟我的父母亲 传福音 心里面都觉得 他们对我太好了 我要跟他们传福音 可是很多说什么呢 下一次吧 下一次机会会更好 下一次他会主动地跟我讲 我要去教会 这样子的下一次可能没有来的 但是我们就要醒过来说 我们要积极了 so let us wake up let us take the urgency 所以我们要抓住机会了 take this opportunity the time is now 现在就是时候了 我们要出发 the time is now and let us let us move 所以我们就把这样子的一个 世界的情况 这些的政治的不稳定 当成是对于我们生命的一个 wake up call so we need to take this situation and treat it as a wake up call 在还没有好好的教会 侍奉的时候 你就来一起侍奉吧 让我们一起投资 在上帝天国吧 我们一起来建造 和神心意的教会吧 我们感谢主 在我们要构堂这件事情上 上帝不断地派一些的支持者 来帮助我们 那我们其实还没有达到目标 请问你开始奉献了没有 或者你开始去问 你的一些基督徒的朋友 愿不愿意一起地参与 这个天国的事业呢 那我们建立这个教会 不是为了我们自己很舒服 因为我们知道上帝在这一带 祂将会带进很多的人进来 我们的dash highway 在外面正在坐着 我们的quasa lane 慢慢以后会发展 我们知道未来这里 会有很多的灵魂 所以我们要预备好 不要等到来不及了 那个时候不行了 我们失去很多的机会 所以让我们一起来成为 耶和华的军队 虽然我们自己不怎么好 但是上帝看待我们 为祂可以使用的人 所以我们知道上帝 掌握时间的钥匙 并且呢 上帝要我们走向祂的目的 因为我们是祂的军队 让我们实时地来注意 上帝给我们的起床号 在这时候我希望 大家都已经起来了 为我们的国家来祷告 珍惜机会传福音 好好地一起来建造神的教会吧 所以有哪些事情 你必须要开始停止 或重新再来呢 所以我们看一下 哪些事情你要开始了 你想一想一件事情好吗 可能是我没有 好好的来祷告 那我要开始 为着国家祷告 可能我还没有跟我的家人 谈到我的信仰 我要开始来跟他们谈信仰 可能很多人 我要开始运动 不一定是play什么sport 你是要去exercise 那你发现到 哇 请问这边的人 我相信很多人 都曾经说过 我要开始运动了 可是下一次吧 让我们开始就好好开始吧 所以想一件 你觉得你要开始的事情 时候是现在了 掌握它 另外一个可能是 你要停止去做的事 那你需要依靠上帝的能力 你要好好祷告 有些人说 我要停止这样常常发脾气 那知道在家里面发脾气 是会影响全家人的 那你可能不会在教会发脾气 你会在家里发脾气 但是你愿意改变吗 你愿意改变说 主啊 我要停止 那求神帮助我们 如果在我们过去的生活里面 我们有一些不好的习惯 那已经神不断地提醒我们说 该停止了 不要再继续了 让我们开始行动吧 那如果小小地提醒 你没有注意 大大声地 就会来了 可能有一些是 你需要重新再来的事 其实前几天 我很开心 一位弟兄 他text我 然后问我一些圣经的问题 然后他问我一些圣经的问题 然后我就回答了他 然后他就跟我说 你不要觉得我烦 因为我很久没有读圣经了 我现在要开始读圣经 我要重新再来 但我重新再来的时候 我发现了很多东西我不懂 所以我想问你一些问题 我觉得身为牧者 我很开心听到这件事情 因为他愿意重新再来 所以不要放弃 要重新地再来 做和神心意的事 所以在今天的讲道里面 其实是很简单的 今天的讲道是很简单的 我们听到神的提醒 我们就做吧 我们看到圣经的提醒 我们就做吧 时候是现在 不要一直等到下一次 上帝会透过我们的生命 改变祝福别人的生命 让我们在圣餐的时候 存着这样子的态度 来纪念耶稣的牺牲 让我们以回应师来回应 并且来祷告 谢谢Timothy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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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